林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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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醒醒林彦 不用打枕 黎一 你怎么样了 你不能上来 我是黎一的家属 黎一现在需要我 她现在更需要我 需要医生 醒了你别在这儿嚷嚷了 你就是刚刚那女的吧 你是黎一什么人啊 我是她的医生 你把手给我放开 拜托 是她拉着我的 你别在这儿嚷嚷了 我们得走了 嚷一嚷 我更是陌生的 你还可以 是突然的 是突然眼睛 对 有儿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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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地良性啊 我看的绝对不是女护士 你是来看漂亮女患者的是吧 我舅子那个人怎么样了 大哥 你能不能别那么高风亮节 等等等等 等等 没事 好着呢 就知道你这毛病了 早打就清楚了 活着就是骨折 受点皮肤伤 其他的没什么 好 去看看去 等等 看他之前 还有点别的人 你要不要见见 对呀 就洛可可怎么没来看我呀 我一直在问问 以前你防着我跑 怎么了 我现在跑不了了 你反倒躲着我啊 生日会是我要办的 地方也是我选的 就连好奇也是我派去骗您的 要不然也不会都是闭眼儿 别哭了 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吗 可是我害怕呀 我害怕咱也看不到你了呀 我害怕 这个林毅啊 是一个非常有潜力 也非常有前途的小朋友 他就是爱犯一些人 年轻人容易犯的小毛病 性子太急 我敢保证 他一醒过来 肯定要急着出院 我想呢 应该不光是像我们这种 常年在火场里 摸发滚打的老病 您肯定也知道 就是一些不起眼的小病 很可能就变成了 不可根治的病感 我这次来特意拜访您了 就是想请您 无论用什么方法 一定要等他痊愈 才能让他出院 你呀 别心急 安心地在医院待几天 等你出院的时候 哥沫尔开着 印着飞报突击队的车来接 什么意思啊 你睡着的时候 王队给我来了电话 说我今天 就能去突击队报道 你去了 我的调令呢 我也要去 别着急啊 你还得在医院注意阵子呢 还要注意阵子 我问你 我这脑子里是不是有个血块 没那么严重 那我是不是有什么内伤 别瞎猜了行吗 医生说了一大堆专业术语 我是一句没听懂 但是我就听懂最关键那句话 你必须留院观察 可可 小主 好 我知道了 好 再见 好 再见 可可让我去超市接他一趟 东西买太多了 你看人家对你多好 你呀 就乖乖待着吧 别乱走啊 好 再见 鸡血堂小姐 想不到你还真是医生 有头痛头晕的感觉吗 没有 就是医 没让你说世纪 盯着看 恢复不错 好 那我想问叶医生 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开什么玩笑啊 能活下来就是个奇迹 老实在这儿吧 你要干什么 我原本以为你是一个 有操守的医生 想不到你现在竟然强行 把一个没有病的病人 留在医院里 你什么局限啊 没有我的批准 你不能出院 我看你敢回来 你放心 我从小就不喜欢医院 我后悔无期 黎一